OK 那現在呢 就給你聽一下 我的acoustic pick up 怎樣聲音 然後跟它混合 看看怎樣聲音 我現在用這個M 給你看一下這個M 這個M就是這個紅色的M 這個M 這個M是來收聲的 Black Star 我用這個M來試的 好像用我別的M 不太好聲 你看一下現在 我現在就給你看一下 我的吉他 這樣OK 看著 現在我用這個聲音 讓你看一下 現在這個聲音 這個就是全部是 黑色的聲音 現在 這個就是 acoustic的聲音 現在呢 我就用這個Brand in 現在給你看一下 Electric 先 Electric 吉他 吉他 就這樣做 看著 你讓吉他 吉他 吉他 OK 对不起 現在剛剛的就是Rickenbacker用這幾個pickup的 現在沒有用acoustic的 現在把blander 我把這個按鈕放在後面 我前才放在前面 就是現在task 現在這個mode就是兩個加起來 現在這個就是Electric和acoustic一起的 我給你聽一下 現在同一個聲音就是Electric OK 現在我再加一個acoustic pickup 加了就變成這樣 尖音就多了 現在這個就是兩個hybrid combiner的聲音 現在聽一下這個 只是Electric OK 很明顯的 就是這樣 先聽完吧 因為這裡很多東西可以教的 你喜歡教有幾多acoustic的聲音都可以 但是你的AIM很重要 所以你的AIM就不可以隨便用一個AIM的 我是用這個AIM才可以的 如果用第二個AIM就不太好聲 就是沒有那麼清楚 我現在用這個就幾好 但是應該來說 就應該還需要一個 還有一個pre-AIM 還要多一個pre-AIM 就是如果你想我比較好聲一點 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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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喔 不用擔心 我會做點